到了泰国 不知道要吃什么 我在泰国可以每一天都吃 吸完大麻的人 漂亮的姐姐们很热情 很多人来拍照打卡的地方 泰国的手冲冠军 决定拿下它 DIY我的洞洞拖鞋 爪剪现场 我们到了泰国 放好东西要准备出门了 现在第一招我们去 去拜拜先 就是那个四面佛那边 一直都还没有还愿 所以现在就要去还愿了 This is our hotel Let's go 这家爹地人的Masai Kodami 是去Banko必须要去的网红打卡店之一 它里面有卖衣服包包 首饰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具 整体走的是一个Y2K少女风 在里面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多明星的师傅也是在他们家买的哦 哇这是他口罩的 哇这是他口罩的 他这个是那个那种不古风 然后 来到这里就不要错过这个拍大头天的地方啦 他们有很可爱的frame可以拍回去做纪念 你们等什么就都没有拍过大头天 但是我第一张来就来 我根本不知道要吃 我根本不知道要吃 那我就拍了第二张 还有卖baking的东西 这个叫做baking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一家frangga korn 它也是一家泰国的超牌店 里面走的是一个比较帅气的风格 它结合了很多不同设计师牌子的产品 在这里不只可以买到衣服包包 你还可以找到各种首饰香裙 还有特别的餐具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杂鸡 哇很烫耶 这是我来泰国一定一票吃的杂鸡 它就是那种路边上面会卖 我在泰国可以每一天都吃 太好吃了 它不懂有放什么香料 就是在马来西亚泰国餐厅也吃不到 那就是要在泰国的路边摊 你才可以找到的杂鸡 很好吃 你们如果来的话一定要试 我们回到大妈的餐厅 啊我最爱的泰国餐厅 事隔多年它的菜单没有换 它还是叫港工叫千牛花耶 所以港工真的叫千牛花吗 所以港工真的叫千牛花吗 玻璃籽面条烤虾 它是那个冬粉 哇 哇 点了一个这么大瓶的 Chang Beer 泰国喝Chang Beer是真的很甜 厉害的 我还没有开心味 吃了耶 兄弟 冬药 今天下午那个冬药让我不开心 所以我现在要来吃真正的冬药 哇 哇 这个它叫冬药 它的冬药是那种 咸咸酸酸辣辣 所以如果你们是喜欢吃甜的冬药的话 这个也不适合 欸其实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喜欢吃甜的冬药 泰国餐真的 泰国餐真的 就是要来这种店吃 真的非常安利各位来这一间 grandmother restaurant 然后它就是 是很少游客来的耶 对啊 我记得我是无意间走进来的 然后它只有当地泰国人会吃 Talapia 好 哈喽 我回到酒店了 我们要去按个摸到12点 然后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就是 现在Banggore晚上真的不要太迟回家 其实好危险一下咧 刚才我们在那个火车那边 好像有遇到 吸完大麻的人 坐我们旁边 然后它的颜色就是 迷离 就一般外国人 一群这样子 我们租的hotel楼下晚上是 哇 别有一番冬天 整条街 回晚一点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彩色 然后很多 漂亮的姐姐们 很热情的 会想要招待你的那一种 然后就在我们的hotel 外面不好 就有一档 买大麻的 然后我刚才就是想去拍 拍它就是想要拿给我 就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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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anggore真的不要太吃 会 除非 你也吃饭子 超级大件 项链 手机链 还有可爱的大头链 然后我要去洗澡了 ok 我头洗白油 因为改领雨 晚安 明天见 安妞 各位 今天是第二天 那今天穿上了 我昨天买的衣服 它这个项链 这是我自己的水晶 全身都是jeans 今天也是一个Y2K style 发现哦 Banggore真的是一个 非常跟潮流的地方 不管是哪里的潮流 只要来到Banggore一定有 现在因为是流行Y2K 然后整个Banggore就是 Y2K style 所以今天要融入一下 很多香水 然后我们出门去 今天我们要去 最后那个店 我们把powerbank留在那边了 不懂拿不拿回来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最近很红的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我不能讲连 它的G&P Aris 之类的 Let's go 这间店真的非常的花钱 刚才只是想想去 哪一个powerbank 但是我还是不可以拿照片 但是我觉得它是蛮值得来的啦 你们找weekday来 会没有人 yoyo 我们现在到 这个地方了 然后 你好 刚刚在这里拍照打卡了 嘿 放我的照片 登登 对 这里是很多人来拍照打卡的地方 然后 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去try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是来拍照打卡 但我不一样 我要去吃 哈哈哈 所以说是一个网红打卡店 可是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人来吃 不懂 可能我这个时间 我这个是lunch power 它这个走的是美式复古快餐店 很漂亮 里面拍照一点 好看 嗯 下点 好看 嗯 它跟这个包很软 可以来吃吗 它不只拍照好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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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的鱼鱼 它这里居然有卖冷的手丛 这个豆 也太绝了吧 这个超级好喝 它是有一股很重的来趣味的豆 这间cafe是泰国的手丛冠军 它的原始是泰国的豆来的 它是泰国的豆 我要买它 我要买它 我看中这个包包 换到来马币一千块 很好看 决定拿下它 在想要选哪一个 选哪 先吧 好看吗 可以 这个好看 这个到底20块 20块耶 不要去潮牌店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icon像的地方 是特地来这里就不要吃谁了 你看 有烧铐 泰国那个泰奶茶 你可以去买它的那个茶叶 诶 粉 对 它是粉 这里就是访那个river market 你可以就是order了过后 多做着吃 超多东西的 超多东西的 这个是什么 你看哪一个 吃这个很durian 吃这个很durian 肉肉的口感 接近饼感 但是它有什么饼感 它真的很甜 它每一个都最甜 然后这个是最甜 然后这个是最甜 然后这个是最甜的 这个Jasmine rice 哦 哦 真的很有氛围耶 你好 很nice 好神奇哦 泰国的avocado 这么太可 Oh my god 泰国神烟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哦 这个是煮脚饭 然后这个是 鱼瓢 汤 我们的生烟 海鲜 这是我的 因为我不吃生 不吃生的 小门 来吧 吃 开餐开餐 开餐开餐 还有那个鱼条 这个它的竹笋的味道很重 诶 吃一口这个 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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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重的香菇味 超级咸 可是 好吃哦呦 好像面线 这个不是你的 猪脚饭 还有给猪肠 耶 Cheers 可以讲是入口即化的那种嫩 超嫩的 我很怕吃到那种猪脚 它的那个肉煮到干干的 你咬我就咬到脸很酸 这个很好吃 它是肠 很香 我们本来是要去那个 真正的floating market 但是它在有一点远 那个floating market其实很少人去 就是怕那个卫生问题 我觉得这里很好 就是它解决了这个卫生问题 然后又有地方坐着吃 它还有冷气这是重点 我们的生烟螃蟹 我也是第一次在泰国吃生烟螃蟹 我希望不要拉肚子 生烟螃蟹怎么吃 看这个 它是甜甜的 满满的蟹黄耶 要放辣椒 很甜耶 这个超好吃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白饭的话 你就要丢进去里面 放放放放放放 酸辣酸辣 好幸福耶 我现在很开心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难洗手 所以我只可以这样吃 不然的话我就是真的是 但是我这样拿手起来 让人抓起来说 来 请你们吃 这个市场 好像都是卖衣服比较多而已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泰国人推荐 就是想可以来这里逛 没有几个游客 它的衣服也是很漂亮 这里 而且就是比较便宜的吧 你们看 超级可爱的 BB我看中了 耶 这个就是我来这个market的其中一大众店 我要来这集DIY我的东东拖鞋 我喜欢这个 这个够高 我可以自己选这些 然后配上去 它这个配到很好看 我想要直接拿下它 所以我就不用自己选 我可以换 我可以换了 就觉得它的design都很好耶 很可爱 很小耶 你看 这间的衣服超好看 很可爱 我最后买了两件 真的很可爱 各位这边很暗 但是我真的是想要跟你们吃一个瓜 前面有一对情侣 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被拉客 结果好像不是 好像就是抓捡现场 那个女的很神奇 然后男的跟她这样解释了半天 从我们开始吃饭 到我们现在吃完了 他们站在那边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我们还在想为什么这两个人谈这么久 谈不拢还是什么 看清楚点 不是哦 抓捡现场 在线吃瓜 是 是